在这段影片当中 我要跟您介绍一种类型的语言障碍 它叫做特定型语言障碍 它的英文是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或是简称SOI 有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小朋友 他们有语言理解、语言表达 以及语言学习上面的困难 但是这些小朋友在从事一些 不直接牵涉到语言的活动上面 譬如说像是体育啊、音乐啊、劳作啊、绘画啊 或是教朋友等等 他们通常可以表现得和其他的一般小朋友一样的好 特定型语言障碍并不是由听力上、认知上 或是生理上的障碍所造成 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不清楚造成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原因是什么 有很多有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小朋友 他们主要的困难出现在说跟表达上面 我们称这个类型的障碍为表达型、语言障碍 当一个小孩他有表达型的语言障碍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口语当中听到一些发音的错误 或是他们可能使用不正确的词汇 或是当他们要描述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境的时候 他们会没有办法把一个一个字串在一起 变成一个比较完整或是复杂的句子 也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主要的困难出现在去听懂别人所说的话 我们称这个类型的障碍为理解型语言障碍 当一个小朋友他有理解型的语言障碍的时候 他也许能够听得懂一个句子中的一两个字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了解整个句子的意思 相较于表达型的语言障碍 理解型的语言障碍是比较隐性的 也因此比较容易被我们所忽略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些例子 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左边这位陈老师就跟这位小朋友说 在你开始写考卷之前 你先把你的联络簿 先拿去数学办公室给书老师签名 再拿回来我这边 当这个小朋友他有理解型的语言障碍的时候 他也许听懂了这句子中的一两个字 像是联络簿啊 考卷啊 书老师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了解整个句子的意思 因此呢 他可能是把考卷 而不是联络簿 拿去数学办公室给书老师签名 那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又不了解这个小朋友 有理解型的语言障碍 我们就常常会将这个小朋友认为是 他不遵从老师的指令 是不听话的孩子 那也有些小朋友呢 他们有单字提取的困难 那譬如说在这个例子当中 这个小朋友知道风针是什么意思 但是当他要说的时候 他却没有办法从他的记忆当中 将这个字提取出来 放到他的句子当中 因此他可能会说 我昨天看到一个长长的线连着一块布那个东西在天上飞 也有一些小朋友呢 他们会使用比较简短的句子 那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这个小朋友他要描述上面这三个图片 然后他就说 他爬楼梯 跌了 然后哭 那在童年龄的小朋友身上 他们可能会用比较完整或是比较复杂的句子来描述这些图片 他们可能会说 他在爬楼梯 然后他跌倒了 然后他就哭了 有一些小朋友 我们会在他们的口语当中听到不正确的词汇 譬如说 这个小朋友说 我们去买放风筝 而不是我们去买风筝 我们在一些特定型语言章的小朋友身上 也会听到他们口语中有发音的错误 譬如说 这个小朋友说 我要科格 当我们听到这个句子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不知道这个小朋友说的是 我要车子 还是我要汤匙 类似像这样的发音错误呢 通常会随着年纪而有所改善 通过以上的例子 我们看到特定型语言障碍 它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症状 有些小朋友 他的困难主要出现在语言的理解 有些是语言的表达 也就是在这两方面都有困难 有些小朋友 他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单字的层面 有些是发音的层面 有些是句子的层面 有的是好几个不同的层面 此外呢 相较于表达型的语言障碍 理解型的语言障碍是比较隐性的 也因此比较容易被我们所忽略 因此我们如何透过评估跟诊断 去了解一个小孩他有语言的困难 并在学习上面提供他帮助 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天天都爱使用语言 当一个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办法正确地表达自己 或是听懂其他人所说的话的时候 这些小朋友呢 往往就很容易被一般人认为是 能力比较差的孩子 事实上有很多有特定型原障碍的小朋友 他们在其他很多方面是有天分的 那我们如何找到他们的专长 并鼓励他们从这方面去发展 从中建立自信就变得很重要 最后呢 希望透过以上这段影片 能够提供你对特定型原障碍 有个初步的认识 也欢迎你到我们的网站参观浏览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 并得到进一步的资讯 感谢观看